第六場賽事,四盤跑1200米也是杯賽場合 看見排位表,四盤跑四盤就是我今場的心水 為何七號總統之聲會灰色,並非退出 加恩,我認為進度還未夠,就像在報紙上擦碼一樣 按著馬名之後,按著左邊拉,就可以隱藏了 如果想做到黃色效果,按著馬名向右邊拉,就可以做得到 另外再拉,就是紅色、綠色、切除專片 又可以有不同的顏色給大家選擇 而今場首相選擇了過來谷草跑的鑽德王 帶大家看看上季尾七七八種場次 放頭橙橙的,有些黑間條的就是鑽德王 當時這場是7月1號,尾場的時間 頭三段放到57秒39,相當快 頭三名的馬是喜勝勁區、標企 還有大外擋上來的,還有大外擋上來的 還有大外擋上來的,還有太陽威威中檔 大外擋上來的標企 全部都是後上馬,這隻鑽德王 最後的850秒還有柔有餘勁,以為還頂到一個PACE 但是回到來都有點力弱,僅僅過到他而已 以這場的三班,亡名快放,現在在四班跑谷草千二 其實這匹馬的早段出閘都是快腳的 上一場只不過起步快,捉住在三碟位 有一點半噸噹,車前到後的跑法 不知道是不是飛翠綠呢 所以上一場就有一點縮降的味道 剛才說過,以他在田草快放的姿態 在棋裡跑,我覺得是相當有好處 莫雷拉和葉本輝,今年的合作成績都不錯 我們可以去到統計資料裡面 看到最近三百場這隊騎連的合作成績 今季,王者再現王者騎兵一隊都已經交得好 另外轉得旺,其實上一旬就有少少 中隊失聚之後跑到第四 看看今次繼續馬雷神測劇 會不會有機會還中 另外二三選,喜勝區和法拉寬騰 都曾經在零一組對壢過 喜勝劍區這一組是率先發力的 賺了一些發力位 今年喜勝區加了綁利帶後 近兩場的表現都穩定了 上一場沿路三碟回來追回第三 我覺得今次一檔都幫得到他 而法拉寬騰呢 相對喜勝區都有較長些少的休息期 而最近那個試集起步都順利 上一次起步順利,但早段的馬 制緣不太好,所以迫著留後 希望今次的出集都會順利 但有一點點擔心 就是他試集所有對手的馬 就不算很子彈型的 又要在一步博他出集 有一次不忠,怕陣訓中有晚集的情況 所以還是擺回做配角可能會比較穩 另外第四選 也是選賀良的銀量之星 上一次的跑法有少少少 減分球熱身的味道 於萬步速裏面 他走著三碟都在尷尬的位置 今次熱身後 落回來四班 對手的大不同 埋門落草地四台進展 看看是否整個馬一起攻堅 所以第四選 排檔比較差 銀量之星 包回做配角 麥波仔第六場 選擇了一號的轉得王 四號起勝區 收莫法律寬騰 和二號銀量之星